现在进入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身心理睁眼 代表的就是 为了要让我们的身心 在静坐之前的柔软 先改变我们海马回的磁状鬼 那因为我们身体 首先你一定要有喜悦 非常喜悦的拜佛 我们现在透过所有的常驻法师 现在正积极地 将我们第三阶段的 这就是一样我们在透过 好我们就要往后了 这都是刚刚在做我们整个平衡 这时候我们都可以随着 我们的身体在调衡 你看这个头部往后脖子脊椎 你们可以放的是完全要透过在拜佛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后 对这个脚你看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免疫系统的拜法 对 还是要用金刚的柜拜 对 这些是 这是我们通过常驻法师 每天他们每天 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身心随着你 有时候呢 刚开始身体不舒服 慢慢的 就会越来越正常了 因为活化了 现在我们相对的就是在抠头 对 你可以敲我们脸颊 尤其是要微笑的时候 那个蝶骨 秀球 要笑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敲到很多很深的眼睛 那个地方 那因为很多人呢 在有没有疑导的问题啊 所以你可以看 他们眼睛很快就模糊 甚至眼睛就下掉 我们有一个法师来这边 我们后来才知道 他有一个眼睛 看不到了 所以你看他有 刚开始很胖 再来非常瘦啊 原来这就是胰岛树 所以这是我们 透过西达多 就是要透过我们 整个调整 90度的高贵 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呢 了解到呢 这个拜佛的时候 他们在做的是憋气 接下来就是憋气了 好我们现在 秀球 对 从生 由我开始 好 我们现在学的常驻法师 每一个人先深呼吸一口气 还是说您 可以透过 自身 先在抠头的时候 调整自己的气息之后 你就憋气 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憋气 一念 不会念不 你就是憋气之后 每一个人呢 负责一百声 所以你气憋的时候 不行的时候 你就吐起来 对 他就会咳嗽出来 对 你生存的这些多处 对 气排出来的时候 你呢 整个身体里面 对 很深的会排出来 对 所以他们甚至会流汗 更深的汗都会排出来 对 所以现在您假设呢 不断的在憋气的时候 我们透过我们气体憋起来 而且要扣 头部扣中 对 一吐气就带出来了 那因为台东非常棒 我们在非常深的 这个在海中 在山中 所以我们呢 这边的铁质 还有非常多的矿物质 非常丰富 所以呢 只要你一进来 整个太平洋 一望无尽 你的心自然开了 而且我们整个 后面的花园的山 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在运行上呢 都非常之平衡 甚至呢 非常多的外地呢 看到这个东升 这个新闻台 报告来到此刻 他们会感觉上 这边的景色太好了 其实我们的心 我们的情绪 你越能够放松 可以让我们身体呢 智力神经就越平衡了 所以我们今日呢 透过以上呢 八十八佛 在我们大殿内 再来我们的第二个就是 色达多博达纳 武上神咒 再来 世西达多博达纳 再来憋气 我们下来